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要撒钱了 一撒撒一兆 包括莫德纳就是新冠疫苗的相关厂商 受刺之后 受册之后发现全部都成功 传出了好消息 第三大利多是景气的金丝雀 卡特比勒也传出利多 所以三大利多齐发 美股在昨天暴涨了超过500点 为什么没有反应在台股身上 好意外 这个美国股市三大利多 刚才阿关提到了 美国国会八月要修会 赶在修会之前 要通过营造美元再一次的刺激计划 那第二个就是新冠疫苗 这个我们最关心的 莫德纳 她说第二阶段受刺者 那这个她的体内都有抗体 盘后大涨16% 这家公司今年已经涨了三倍 我们来看一下莫德纳的K线 昨天盘后是大涨了16% 盘中大涨了4.54% 再过来号称这个景气的金斯雀卡特比勒 这个是全球最大的挖土机的公司 它的这个股价 昨天大涨将近5% 过去美国股市的领涨 清理社都是科技股 现在变成了工业股跟能源股 大家想说大概景气就变好了 但是大家有一个疑问 今天大家看到错懂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一开盘 一万两千三百点 这样去一百多点就冲一辆 这个越走越低越走越低 一路越走越低 我们看盘中走势 发现在今天早上冲高来到了 12320之后 竟然一路往下走软 为什么 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大家想说 我们会不会像大陆一样 踩个刹车 政策降温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路股在今天很惨 今天因为明天 因为外资开始了 明天要公布第二阶级的GDP 你看大陆的官方出手 上阵今天 美国股市大涨 他更傻眼 他还直接给跌掉1.5% 那大家想说 国安基金会不会退场 第二个是大家担心 国安基金退场 因为今天下午不是要开会吗 对啊 意外 今天国安基金 维持在一万两千点 维持护盘 这个打破记录 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台股在昨天 美股大涨的情况之下 在今天不涨反跌呢 一方面是担心像路股一样 出现下跌 另一方面是担心国安基金退场 所以因为今天 像国安基金要开会 大家就很欢乐 想不到国安基金 发了一个新闻稿说 台股创下30年新高 国安基金不退场 不退场 高点不退场 什么时候退场 所以他因为今天股市 留了这么长的上影线 又收黑 所以国安基金 有可能有这个考虑 假如他退场的话 会被骂 会被骂嘛 一定的 所以他会在涨的时候退 不会在跌的时候退 对 好 那还有一个 我觉得刚才你仔细看看 假如新冠疫苗 研花有成的话 莫德纳 紧急会起来 经济会起来的话 对一个投资人来讲 会把过去这个阶段里面 赚很多的把它卖掉 卖掉以后钱来买 紧急循环的股票 因为那个位置比较低 也就是说现在强势股的风向变了 对 之前是涨科技股 现在开始转而去涨景气 特别是振兴景气的相关概念股 一看就知道 股市是最客观的裁判 好 我们请蔡总大我们来看 所以在今天 之前涨多的开始跌了 对 就升级 跌了 我们今天讲一下 比如IC设计的艾普 来 6531的艾普 太多散户在轿子上了 对啊 人人都是股神 大家都说艾普 股神股 日K来看一下日K 在今天大跌了将近10个百分点 而且 极度达到跌停板 今天把上一次的这个大量 相关的位置给跌破 所以这个地方全部大规模的套牢 这个筹码是会出现的问题 那最好它公布出来的第二季EPS 有一定的水准 万一不好的话就有影响 好 所以要来请教蔡总 第一个我要问的是 大家担心国安基金退场吗 所以在今天开高 走低 流长 上一线 那国安基金在收盘之后 人家讲了 我没有要退场 所以今天少涨了 明天会不会补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看到美股涨 风向变了 涨的不是过去领头羊的科技股 开始转向一些景气股 振兴股 台湾 台北股市 会不会跟着也转向 明天先看一下 大陆的第二季GDP 假如有2%到3% 符合疫情的话 入股应该会稳住 所以对台股来讲 就比较没有大的问题 所以入股如果稳住 台股就比较不会担心 因为现在台股在 一万两千两百点左右的话 震荡的幅度会加大 但是明天下午台积电的法说 为什么 台积电外资已经连续两天的卖超 股票都还不跌 这个有其他的人买 那这些买的 其他人会不会知道 明天法说会有什么 特好消息的 应该是现在的一些 中石户大户回来 他没有选择的标的 所以先买台积电再说 对 他不可能买核一跟爱普 所以他只能买一个台积电 但台积电都不跌 很怪 很怪吗 台积电干嘛要跌 他是我们护国神迹 所有的股票现在都跌了 所有的股票都跌了 标股都跌了 那是台积电 股神的股票都跌了 他是台积电 没有 那你看外资 其实外资的研究 部署在台积电的人员 非常的多 该知道的都知道 所以明天除非他的EPS 能击败市场一起超出一大段 市场大概估4.5左右 除非你5块 所以也就是说蔡总的解读是 台积电不跌 不是因为明天的法说会有特好力多 而是中时户回来 没有选择的标的 当然首选还是台积电 但外资其实是在卖的 这两天卖 那这两天卖代表外资知道 明天恐怕不会有 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讯息 对 就跟一起的差不多了 所以你要这个盘要稳住的话 等台积电适度的降温 这个盘才会稳住 那大家以为国安金要退场 所以才今天有点担心嘛 那国安金不退场会补涨回来呢 有可能短线补涨 但弧度也不会太大 因为目前的大家 准备把股票的配置 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 所以有可能涨多的股票 都会被调节 然后会到比较其他的股票 这个风向应该是确定要改变的 好 换句话也就说 美股风向变了 台股的风向也会变了 台股的风向会怎么变呢 好 现在大家就找低机器 现在有一个低机器 你看昨天 全台湾是一个热欢暑 现在台北市将近39度 你看全部都是热 我都不敢出门 还有热到一个 住在新店有一个民众 他们家里是用太阳冷板来花电 那很好 太阳冷板 刚好现在天气很热 可以收很多电 这我第一次看过 太热了 起火燃烧 热到起火燃烧 还叫那个消防电 赶快消防电 才把那个火事 你看 才把它扑灭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太 天气那么热 太阳也很冷的股票 也应该会慢慢地热起来 所以热到连太阳冷板都烧起来的话 太阳冷股要开始涨了 的确 这个昨天的话 太阳冷的花电占台湾的比例 来到空前的最高的水准 百分之六 所以太阳冷的股票可能也要热起来了 现在公元宴跟6244的茂底合作 打造一个新的技术 这个技术叫TopQON TopQON的话 它的一个电池的转换力 可以达到23%以上 观众没有这个概念 太阳冷的电池 现在单晶系顶多差不多22% 多晶系20% 薄膜大概也差不多18% 所以这个新的技术转换力很高 可以把成本降下来 所以你看今天大盘不好 贸底还在涨 收红 甚至有人涨停板 比如说元金 那元金今天亮出了这个涨停板 哇 涨停板 大盘不好 这个是太阳冷的股票 为什么 但是元金的量会不会突然之间爆得太大 因为之前换手 然后有稍微休息 今天又起来 最近的量都很大 对 因为之前你看都没有人注意 都没有量 那传出5月份油亏转盈 那另外的个股的话 安吉 这个大家都比较陌生的太阳冷的股票 这也是太阳冷股 对 它也是涨停板 同样的也都是5月份的获利 都是油亏转盈 它其实最近都有人进去了 那这边正在一个密集的换手 最近都出量 但是这些都毕竟比较低价 真正要涨要看这两个 第一个5483的中美金 中美金 因为它的EPS最高 下个礼拜要除息 它今天虽然跌 但跌得很少 只有跌五毛 我们看它的K线 其实它也有点动 最上游是硕河 那硕河的股价 但是硕河在今天表现不好 对 大跌了将近四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看一样 看最近的K线 有点动 而且它最特别 太阳能因为它上游 太阳能只要一毫 像2015 16年 一年可以赚两三个股本 假如不好 那就变成亏损 所以它完全取接太阳能的景气 现在只要一变好 它的获利会急速的增加 所以我们观众才觉得奇怪 明明地基础亏损 为什么还有114块 就是因为它的获利 会有很大的变化 好 太阳能景气到底会不会变好呢 除了天气很热 太阳能板现在的转换率 包括太阳能板的利用率 持续在攀高之外 小元据说现在很多生活用品 也都会用到太阳能 好 那太阳能能用到哪里 大家比较意外的 可能会在手表上面 像我手上这一支 是全世界 第一支 智慧太阳能手表 所以现在太阳能 还用到手表上 对 那基本上 它是一支智慧表 但是你知道 它的外面这个玻璃 它是太阳能 它能接受 这个玻璃是太阳能吗 它能接受太阳能 所以我看一下 简单来讲 它的功能 它是智慧表的功能 对不对 但是如果 各种各种功能都有 但是我如果可以 调到太阳能这个选项 我点下去之后 它现在正在接受太阳能 我要怎么测试它 怎么在接受太阳能 我直接在现场 我把这个灯打开 这个就是太阳能 所以它不需要换电池 它电池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对 那比如说 像我在 它能接受太阳能 我在这样子照 它就在接受太阳能 那我怎么样可以知道 它在接受太阳能 它的右上角 它上面有一个太阳能的 这个logo 类似的logo 有没有 我这样照久了之后 其实它现在吸收 变色了 有没有 它就在变色了 你把手电筒拿下 我们才看得到变色 它现在变色了 它现在变成黑色的 它刚刚是白色的 上面有这个logo 所以它这样一照 它就在吸收太阳能 然后它在吸收的时候 它就跟人 我在吸收了 所以它变色的角 老师它有在吸收 对 那这样一般的 这个智慧表的话 大概用一个礼拜 就要充电了 它这些角有太阳能的夾值 它可以用到三四个月 好 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支 这支黄色的话 基本上它也是太阳能表 基本上我刚刚讲的功能 照着它上面的太阳能 一样能够感应到 有没有 它变色 左上方这个 这有什么 这刚才那支也有 对 好 好 这支最特别是它是军规的 耐震 耐动 耐摔 防水 好 我直接防水给大家看一下 这丢到水里面 我这样子泡好几天 它可能都还是不会坏 我的手表也可以 对 这当分从小说 没什么太大特别 对 我刚刚刚有讲到一个 耐摔 对不对 我直接现场摔给大家看 我很大力 看着 摔给它有够远 非常远 绝对你看看 它还没破掉 它是太阳能板 我看看 我看看 我看看有没有破掉 我再给它 好 好 好 可以 一万多块还是很贵 真的吗 好 好 那算小圆了 那没事 好 所以 很耐摔 所以现在的太阳能表 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可以做到军规这样一个程度 就是说它的应用有多么的多元 好 所以当然太阳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周边 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手表 我们平常会用到的一些器皿上面 可以开始使用太阳能之后 太阳能景气有没有机会大爆发呢 值得我们来做思考 不过谈到选股方向 这时候 这就是在冷冠乎 因为美股涨我们还跌 特别已经来到一万两千点 选股的学问就大了 魏杰 好 我想其实在美国股市的这个行情上面 我们就不做太多的赘述 就是说我们直接用均值回归的一个角度 去做观察 就是说这个是美国的这个NASDA指数 那现在他们去做研究就是说 NASDA指数涨到这边 什么样的情况才叫临界点 那他们就是说 我如果能够找到这个临界点 我是不是能够比较精准的掌握 什么时候风险来临 好 那以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说 他们是用这个中间的这条是红色的虚线 它是200天的移动平均线 就是所谓的年线 去进行一个乖离的观察 也就是说距离200天的年线 有多远会达到临界值 那么根据从1998年96年 开始统计以来25年的时间 那只要发现说 超过了这个200天的移动平均线 达到15%以上的这个乖离率的时候 代表指数已经来到临界点 有可能随时会出现拉回的状况 我们还看到其实在2000年 这个打抗泡沫的时候 其实也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屡市不爽 对 在这边 然后08、09年出现同样的状况 包含像是18年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 这里 对 大家说这个贸易战 所以它已经成功印证好几次了 对 最近一次在什么时候 就是1月份 今年的1月份刚出现 今年的1月份 然后3月份就大跌 好 所以好几次印证 对 现在又出现同样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 精准地掌握到 其实美国股市 最近至少它拉回的时间点也快要到了 所以伟杰是比较担心 美股会出现泡泡 甚至出现转折向下 我们怕是说它会压抑到我们台北股市的表现 所以第一个影响台北股市的是美股 第二个是明天台积电法术会很重要 没有错 所以其实在台积电法术会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稍微观察一下重点在哪里 那这一张是 对 那这个大盘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7月份 帮大家特别整理出来 7月份以来基本上大盘涨700点 各位 台积电 7月份以来贡献大盘是440点 也就是说7月份以后 超过一半都是割台积电 全部都是台积电 那当然你说今天这个台积级结算 会不会就是因为的 对 就是台积电拉 要去撑这个台积级结算 有可能 但是我们很客观的就是说 外资狂买 外资狂买到目前为止还没什么退场 那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明天的台积电法术 小退场 一点点 一点点 但还好 这长期来说从6月份以来 大概22万张还没有改变 那明天的观察重点在哪里 明天观察重点就看一下 电子股的旺季的看法 就是第三季 因为上个礼拜 大立光的法说会当中 第三季他们看得比较保守 那就要看一下说台积电 对于第三季 Q3怎么看 对 第三季的看法 另外在明年的展望 能不能够持续的增加订单 或者是营收的成长 那尤其是在接下来这三个客户 就是NVIDIA 高通跟华为 明年的订单 因为现在有市场传闻说 这三家厂商明年会跑单 跑到三星去 那如果有跑单 那对于台积电明年的展望 可能就会有一些下修的情况 所以天然伟捷对行情看法 是比较保守的 对 那这个其实都跟指数有关 那各股该怎么办呢 但是呢 以目前的指数来说 虽然有一些震荡的遗誉 但现在呢 从今天开始要发振兴券 那振兴券的部分会 所以振兴概念会当中期 对 会刚好有题材 然后呢 也有一些刺激的效果 现在全市场出去 只要大家拿着这三千块的 振兴券出去到这个马路上 你就会看到到处都在打折 到处都有优惠 然后政府带头做 所谓的周年庆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个人认为 在振兴券的部分 受惠的族群当中 我会认为是以餐厅跟饭店为主 那饭店本来也有一些 buffet啊 或者是餐厅的部分 也会受惠 那当然啦 以目前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 这个红豆食股的部分是还不错 那上半年的年增率 还维持到百分之十八 可是其他的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没关系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短期操作的选股呢 是不用去看基本面 我们就挑什么 有题材 有振兴券 大家会去消费 然后另外呢 就什么 现行强势的个股 我们去进行观察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我们来看 就是在这个三商的部分 那三商呢就是三商巧服 这种比较庶民的这个产品 庶民的 对 大家比较喜欢嘛 那以目前的现行来看呢 中间这个是月线的走势图 所以其实从这一波 三月底的反弹以来 三商的走势基本上都是沿着 月线往上起攻 甚至我们还看到 从六月份开始 外资有一直持续加码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说筹码是一个 股价推升最重要的一个 关键的指标嘛 既然有外资在加持 基本上股价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稳稳的在往上攻 这个是后续振兴概念股当中 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 另外呢 就是在这个国宾的部分 国宾 同样的一个情况 以反弹以来 它就是沿着月线往上攻击 然后呢 外资在六月份以来 也是出现了一个买超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国内的这个振兴概念股 除了有题材之外 看起来在六月份开始 又有一些外资的筹码 在进场做准备 准备什么 七月十五号振兴卷一开始 就会有一个提材发酵的 一个带动的效应 好 所以台股到底未来 何去何从 第一当然要看美股 第二来看到美股的主流风向变了 已经转向一些景气啦 振兴概念股 包括刚刚蔡总所谈到的太阳呢 以及吃喝玩乐股 第三个重要的指标 当然要看看陆股 明天大陆要公布第二季的GDP 所以我们来看 到底现在大陆的经济情况是如何呢 在今天路股下跌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有一个新闻披露 而且引发热议是中国贵州竟然烧了1600亿 干嘛呢 建山战 结果造成烂尾楼建筑 债务完全还不完 那么现在在中国大陆 已经到处都是烂尾楼了 而李克强自己也讲 他说内外形势很严峻 我们持续要打硬仗 包括在房地产的二手房 现在挂牌量 就是准备要卖房子的人 多得不得了激增 所以专家说反映楼市工序的真相 而外资也选择在这时候烙炮 路股沦为外资的提款机 外资急撤了731 创下单日新高 我们先来谈谈他们的烂尾楼 据说现在到处都是烂尾楼 对 特别是这个烂尾楼是在最近 就是这一个月以来 在中国大陆网路上有私人的调查 他们拍了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当中报导的是 贵州的一个独山县 听都没听过 对吧 我也都没听过 可是因为贵州新人都知道 它是一个在发展大数据科技 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好多年 那独山县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发现竟然这个项目当中 烧掉了400亿人民币 在纪录片当中他们深入去调查 这是一个私人的调查 它并不是一个媒体当中的一个披露 它里头特别拍了 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当中 盖了这个紫金城 它这400亿花在哪里 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 你看这看到这个画面上有这个紫金城 这个亭台楼阁 这个仿古建筑有数十栋 那么这一块 山寨紫金城 山寨紫金城 那这一块就花掉了22亿的人民币 另外它还盖了一个天下第一水丝楼 是一个24层楼的建筑当中 这当中来讲其实把很多水族 这什么东西 这个建筑叫什么水丝楼 这水丝楼就是一个仿古的设计 可是这里头就是包括还有 各式各样的一种里面的装修里面 还有一些什么 什么这种亭台楼根一些装饰品 而这里有装饰品很多都是一些水族 一些鱼或等等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一些 叫水丝楼 对 所以叫水丝楼 而且他们还是要去申请金氏世界纪录 这一栋就花了又两亿多人民币 但是其实花最多钱的还包括了它的大学城 因为这整个项目独山 我们讲一下独山县 我先讲一下 它就是一个街道很多 有点多人 然后八个乡镇 小不垃圾的一个县 小不垃圾的县 就一个街道 然后八个乡镇 可是它就弄成一个 我们刚刚看到 它是基本上是有商用的 有文化的 有地产项目 然后还有大学城 而且现在宣称说里头会有 将会有十多所大学进驻 结果呢 那么一开始确实也有些大学进驻 可能是私立的 但是后来招生不足 那些大学很多也都倒了 所以这里头最后那些大学 很多都是人去楼空 包括房屋结构也都破裂 那么这一个月来出现了 网路上这个独山线 大家就不禁在看怎么回事 一个一年的收入 只有十亿人民币 一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政府 他怎么可以搞到 这个四百亿的债务 那是四十年的收入 没有错 搞了半天是这样子 他们就是有一位县委 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叫到潘志力 可是小书记却玩大车 他有一些想法 他也懂一些操作杠杆 所以他用地方政府的 政府保证 以及一些地方的银行 还有一些民间的投资 弄成一个融资平台 小小一个独山线 你知道吗 他竟然有三十六家融资平台 其中有五家 五家的融资 而是可以到六十亿人民币 所以全世界来的 就大杠杆 大杠杆 他本来是希望当中 募集更多的吸引投资人 因为有政府担保 可没想到 当然投资的部分也在观望 另外最后还有 人潮人群 最后也是没来买 所以整个项目是失败了 而且他也因为当中有收费的部分 其实在今年年初就被收押了 不过受到瞩目的是因为 我们刚刚讲贵州 所以贵州其实在这几年当中 是中国大陆很重要 包括习近平也亲自去 因为主要在先前 现在的这个重庆市委书记 早先就是原先的贵州市委书记 他就是都知道叫陈明尔 陈明尔不是说 据说之前还外传 是习近平的接班人 对 那么应该说是 他的很重要的心腹的人 而且是接班人排名最高的 那么这确实也是他主政期间 那么当然他现在已经离开到重庆了 因此这一波这个视频推出之后 那么一起和他讨论 那究竟是我们针对陈明尔而来 而且当中背后有没有一些 怎么样的一个权力斗争争议 简单言说就是这一把火 会不会烧到陈明尔 外界都在看 那么不管会不会烧到陈明尔 这个大陆的烂尾楼 现在越来越多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独山 竟然一个小小的乡镇 搞出那么多的什么山寨紫金城 什么什么水丝楼 不都督只有贵州 到处都有 没有错 而且另外的部分 还不只是像这种地方的 这种烂尾楼 大的建设公司也出问题 比如说在上海 其实有上市公司 这是中国大陆也非常大的 叫泰和集团 那么这个泰和集团 就在这个礼拜 它发生了一笔 17亿人民币的违约 债券违约 而它牵动出来 就包括有270亿的 到期未付的债务 还有今年有550亿 得要还的这个债务 那么一下子这样 这个连发的这个炮弹 引发出来之后 这使得整个泰和集团 无论在上海跟北京的 几个非常重要 已经盖好的 正在盖的 还有正在卖的部分项目 全部停摆 那么这停摆 影响所及当中 是已经超过几千户的 部分的人家 据说上海那个案子很红 很多网红到那个地方打卡 这个案子的名字叫做 大城小院 所以其实现在 这也变烂尾楼了 也都变烂尾楼了 而且现在就是 这当中其实很多人 都已经钱都已经缴了 这种首付跟持续缴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中国大陆是这样子 中国大陆现在GDP的 整体的债务 其实高达百分之三百一 三百一十这么高 而这当中有很大的比例 其实都跟房地产有关 而这里头公司债就 占了大概百分之一百五十 而里头家庭的负债 家庭的负债 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而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 如果一旦房地产出问题 很多人家把钱 其实都丢进去了 而只有钱拿不到 其实这种情形之下 在中国大陆 其实越来越多 这将会使得 包括基层的民生 和基层的社会人心 都会有很大的变动影响 好 所以刚刚上之歌谈到 想不到现在中国的债务 已经高达GDP的三倍了 对 所以杠杆玩很大 房地产是债务的大宗 没错 据说现在二手房的卖牙很重 没有说现在就在看 其实不只是房屋销售 二手房来看杭州 也就中古屋 对 就中古屋 台湾叫中古屋 现在就大甩卖 像在杭州地区 现在在今年已经突破了 现在此刻大概有12万套 在去年同时只有6万套而已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在二手房当中 杭州市这个大甩卖 另外像在西安 我们也看到西安当中 也有很多房子已经完成了 然后其实都没有 理论上没有问题 都已经盖好了 但是发现竟然无法过户 为什么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 你看从早先最早 就是说不论是这个修建 预售在买卖 这个程序当中 其实都应该合法监管 其实都有地方 政府都很多盖章了 可是到最后竟然发现 搞了半天还发现 原来它的土地是 先前是集体拥有 没有办法分割 所以到最后 要过户的关头 那你等于不能卖了 等于就不能卖 所以也就是现在 其实中国大陆房地产 问题都知道很多 但是在这一波当中 又陆陆续续的爆出来 所以无论是刚刚讲 二手房的甩卖 然后基层的部分的交易 还有包括 可以说是一连串 就刚刚讲了 这些问题也就许得 其实包括李克强 在周一的时候 他其实面对的企业家 有一个重要机会 我觉得李克强是老实术 对 他一直都是老实术 他这次也具体的讲 他没有没有 感觉起来并没有 要去粉饰太平 他也具体的说 中国国内的形势很严峻 要做好继续打硬仗的准备 只是说现在确实是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一些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债务 虽然中国大陆这几天的股市 一飞冲天 很多人知道 对 连续几天 但是也很多人就觉得 是不是买房低点到了 还有万元买房 很多繁星产项目 现在很多人抢了去买 只是说这最后背后的危机 究竟什么时候泡沫又爆炸 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 好 明天要公布GDP 这很关键 那在今天路股已经先跌了 明天还会跌吗 大陆的危机不仅于此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债务危机 我们来谈谈华为 华为是他们重量级的公司 在今天传出了一个坏消息 什么坏消息 英国政府也决定要断开华为了 所以7年内要求华为要退出英国 怎么办 这件事也很奇怪 本来英国说是7月22号要决定 结果居然提前一个礼拜决定 我觉得华为犯了两个大错误 第一个他跑去想要见强生 要跟强生说什么 说可不可以延到2025年 再来决定这件事情 好 问题是为什么是2025年 因为华为想说 因为你强生这一任就做到那时候 到时候可能会有新的立格 如果你是强生你不就气死 所以他压宝 外人之后政策会改变 如果你是强生你会还想见华为 当然不要 你气也气死 你就是认为我不会连任 所以这是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就处在中国驻英的大使 这个叫刘晓明的 他居然跟英国嗆声 说如果你把我们的华为踢出去 等于你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敌人 那英国如果听了你这样 所以华为就是中国 中国就是华为 对啊 对中国来讲 是 那如果你英国因为 刘晓明说了这句话 然后我就不做 我就给他们看小孩 所以我觉得因为华为 跟这个刘晓明做了这个动作 反而让英国说 我本来还要更晚才决定的 结果干脆既然你都已经 弄巧成拙 对 所以好 那当然这时候对华为来说 他当然要想办法找出路了 所以有媒体就说 中英之间的黄金时代正式结束 那他们什么时候有黄金时代 来 我给大家看 2015年习近平去访问英国 你看到这个照片很特别 你看到左边这个照片什么 习近平跟曼联 中间那个是曼联的球星叫阿古路 然后右边是谁呢 当时的英国首相卡麦隆 这是什么照片 是自拍 通常你看到习近平的照片 一定都是什么 都有摄影官专人在拍照 居然他会愿意去自拍 然后你再看到右上角 习近平去踢足球 就穿着西装 穿着大衣 穿着皮鞋 去踢足球 然后右下角是跟当时的英女黄英 喝下午茶 所以当时真的两国之间的关系 蛮急得不得了 真的是非常好 可是之后真的是逐渐走下坡 那到现在真的 华为被踢出去之后 那真的中英的黄金时代 真的就结束 所以在国际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底约 但是华为现在已经确定 要被踢出去之后 华为要找生路 对 华为当然自己要找新的出路 结果华为现在准备要介入什么 汽车市场 因为汽车市场一年有三兆人民币 这么多 那当然华为不会自己去坐车 它要坐的是车机系统 也就是说我车子的控制系统 所以华为现在做出全世界第一套 手机可以跟车子完全结合的 所谓完全结合简单说 我透过手机我可以控制车子 我们之前看到的 那做出来了吗 已经做出来了 一做出来了 跟谁合作 跟比亚迪 这就不容易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都是什么 顶多手机就是拿来 把车子可以当作钥匙而已吧 这个太简单了 这没什么 它现在能够做的东西更多 它可以做什么呢 我远端控制 远端控制指的是我用手机 可以让我的车子 不只是启动 启动冷气 启动门窗 我甚至可以把它叫到我们面前来 也就是说你出去以后 你不用找人代客趴车 它自动帮你趴车 自动可以把它从停车场 自动叫出来 也就是自驾的概念了 所以这部车真的这么厉害吗 好玩喔 来 汽车达人小元来讲一下 比亚迪这台车 基本上它把我们所有日常内容 所需要的功能都架上去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去上这台车的话 手机就是你的钥匙 所以现在它是用手机开车吗 开了 现在你要停车 女生最怕什么 最怕停车 尤其是路边停车 对 这时候它在干嘛 它在化口红 车子之中把它停好 而且很快 那它可不可以不在车上 它在车上化口红 我说它如果不在车上 它让它停车可以吗 看到没有 它现在在遥控车 它能在外面遥控车子 停好你要的位置 最后甚至于什么 你吃完饭了 手机一按 它到你的面前来 不用趴车小弟 你的手机就是你的趴车小弟 所以它都可以做成 像所有我刚刚讲的这些功能 透过BRT这台车 都可以把它完成 好 所以这台车看起来蛮厉害 会不会是华为的新生机 不过这个市场很大 鸿海也是我也要做 没错 当然这是一个刚起步的市场 鸿海当然输人没输人 所以他现在刚才要找伙伴 第一个他先找到谁 找到腾讯 为什么找腾讯 因为腾讯最专场的 第一个他会云端 会大数据 然后AI 物联网 好 因为我们刚说 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比亚迪那些车子 基本上都需要这些功能 所以鸿海先找上腾讯 做这些东西 当然毕竟我要车子 所以鸿海第二个找上谁 找上菲亚特 菲亚特 克雷斯特 是全世界第四大车长 以前菲亚特从来没有做过电动车 但是你看到现在画面上面 右上角这台车就是他明年准备 公开发行的第一辆电动智能车 所以这辆车是跟我们鸿海合作的 当然未经证实 可是因为鸿海有说 他现在成立一个专案叫做 新世代艾快罗密欧智慧电动车 这台车就是菲亚特底下的 艾快罗密欧系列 这台车虽然它也不是纯电动车 它是油电混合 可是它跟传统的电动车不一样 它是插电式的油电混合 什么叫插电式 因为我们传统的油电混合车 是以油为主 电子是辅助启动或是特殊情况 耗电的情况 但是它不是 它是以电动车为主 所以它就需要开始有这些 智能的功能了 所以小元这辆车有比刚刚 比亚迪和华为合作的那辆车厉害吗 我跟大家讲 这个不是看厉不厉害 不是看厉不厉害 那是看什么 不是... 我们刚刚讲那些很厉害的东西 其实说实在的 我马上就可以抄起你的所有功能 这有什么难 对于郭董来讲 这一点都不难 最难的是什么 外观的设计 它是跟FCA集团 艾快罗密欧是意大利的这个品牌 那这些设计的话 这是比外观取胜 外观的设计 这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 譬如说艾快罗密欧 它的经典的LOGO 它的车头是倒三角形 这样的一个设计 基本上你开欧洲车 就有一种那种很高级的味道 你一般的车的话 模仿不来的 你里面功能再多 你外观 为什么大家想要开双体 想要开奥迪 想要开那些欧洲车 就是因为它的设计 就跟我们亚洲的这个车款 有很大的一个区域 但是如果它只是外观很炫 那就不需要鸿海 可是问题是说 鸿海它会做什么 它会做很多的硬体的设计架构 但外观它学不来的 所以为什么它除了跟郁龙合作 它又要跟欧洲合作 从它的这个 它出智慧结晶 遥控的那些东西我来做 但外观的设计 交给你们欧洲合厂 它觉得这才是最完美的车 好 那它有自驾功能吗 当然 它除了自驾功能之外 我觉得欧洲车最厉害的 它可以让我画口红 帮我路边停车吗 当然可以 当然也可以的 那我们就回来讲 所以在自驾车 现在慢慢成为新兴主流的时候 各厂都要切入 对 所以鸿海 当然不会错失这个商机 我们刚刚说 三兆人民币 多诱人 尤其是鸿海我们也知道 传统的这些资讯产品代工 毛利低的钥匙 你看到Tesla毛利多高 40% 当然我想要跟进这个市场 好 所以很重要的 它还跟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叫辉达NVIDIA合作 做什么 NVIDIA其实现在是 它的无人车的 这些进展是全世界目前 据说是最领先的 所以这个鸿海跟NVIDIA合作 其实已经提供 Tesla无人车的晶片了 而且鸿海当然它不会做这个晶片 鸿海是做什么 这个无人车背后的许多控制系统 需要的伺服器 这其实都是鸿海在做 而且就在今年鸿海的股东会当中 刘洋伟董事长 其实已经亲口自己说了 其实Tesla里面有100多件 100多种零件 都是鸿海供应的 所以很明显就告诉大家 鸿海真的是非常有决心 准备要跨入汽车市场 所以车用电子是一个新兴市场 好 我们先介绍联雅 为什么 这个雷射感测晶片是车用电子 非常重要的 但上游的材料叫做雷金 联雅就是这一方面的龙头 而且它大概一颗比手机的贵了三倍 而且它这一波比较没有涨到 对 比较安全 也相对的安全 另外一个就是说以后 自驾了以后车用的网路 要用以太网路 全球最厉害就是这家公司 就是台湾的瑞玉 2379的瑞玉 当然它的股价也是最近有点涨多了 所以稍微要休息一下 不过基本上大家对它第二季的财报 是蛮寄以这个厚望 所以应该这个地方的整理 弧度不会太大 那帮我们来看一下2317的鸿海 鸿海的话 基本上还是看它的这个财报 不过一般认为 因为iPhone在第二季的这个云印状况 都还不是很好 所以基本上它现在已经八字头 差不多了 有点满足了 但是只要拉回的话 基本上可以站在买方 为什么 因为下半年iPhone12应该会出来 好 回到盘面 其实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全世界疫情没有减缓 但防疫概念股出现了两样情 传统的防疫概念股像合一 这一波好多股神 合一在今天又再度打入了跌停 衰落了生技股股王宝座 但是咔打掐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 很多人不敢坐公车 不敢坐大众捷运 所以都去骑脚踏车了 所以疫情效应之下呢 自行车竟然闹慌 就是想买买不到 据说排队的人超过上万 就在欧洲 所以刚上架就被抢光 所以盘面上的防疫概念股 出现了涨多的回答 而自行车变变变变 好 我们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自行车算防疫概念 因为基本上现在第一个 你如果不敢坐公共交通工具 你就靠自己骑车 这第一个它代步了 第二个我增加我的运动 在外运动的时间 所以我把它列在防疫概念股 但是同样是防疫概念股两样型 生计的部分我们会发现 不是只有今天而已 这几天这些股票 每天几乎都是在跌停 每天在做跌停 就跌跌跌跌跌跌 而且指标就合一 那另外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自行车的部分 反而表现非常的亮眼 你看力气就拉到涨停板 然后巨大这些股价也都大涨 但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昨天 但是巨大真的 对 昨天巨大 巨大过去大家没有印象说 巨大会涨到变成警示股 我们来看 巨大被警示了 7月14近年巨大变警示股 你可以想象吗 好 那我就回想 同样的防疫概念股 荷叶曾经被警示 它在5月21号被警示 警示之后 警示好像是挂波警 警示之后一路狂飙 现在轮到巨大被警示了 因为警示以后 第一个你5分钟戳而一次 还有你单笔10张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点供不应求 简单来讲 警示的概念就是排队 排队买 排队店 供不应求 你看那些排队店 排越多人你越想排 越想去 然后越想排又越排不到 越排不到又越多人排 所以警示的意思就是 政府给你盖了一个章 说这是一家排队店 那不得了了 你看当初合一 一旦盖上警示帐之后 一路狂飙 现在轮到巨大 那我解释一下 他在警示之前 已经涨了四倍了 警示之前 从低点已经涨了四倍 但是巨大在警示之前 涨多少 178% 所以两个都是警示 他前面幅度也没那么大 所以未来警示以后 有没有那个潜力 我觉得很有机会 如果我们复制前后 四倍 三倍 那他178% 那好吧 那我来个150%可以吧 警示过后 有没有这个潜力 是有的 当然有这个潜力 因为巨大营收大爆发 而且非常罕见的 很少人去公布单月EPS 对 因为被要求的被要求 因为警示 那公布了单月EPS高达1块 1.48 1块4毛吧 第一季的时候是1.68 那因为他的股价涨幅太大 那这个 我们现在的主管机关都会想说 你们要不要先公布一下 你涨那么多 你到底有没有基本面 有没有问题 就一公布 吓到 好 你可以乖乖涨 没有很多问题了 因为一个月既然赚1.48 几乎就是过去一季的总和 而且我们看到6月份合并营收 增幅是55% 跟去年同期相比 就一个月的增幅是55% 这个是他厉害的地方 那当然你又说 为什么突然之间整个 营收会大爆发 营收会大爆发 因为美丽达也是 它的增幅也有15% 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 我们在讲电动自行车 所以我是通勤 我又穿西装 你是要叫我站得多累吗 所以他就弄了一个 就是把电动功能加上去 你知道这跟传统自行车 我们做一个比较 同样Q1 Q1它是出口18.93万 普通的自行车是40.04万 所以它出口量很大 所以卖一台电动车 等于底2.24台的传统自行车 因为量少很多 可是产值是一样 因为它一台出口 就要1302美金 相较传统是580美金 就第一个差别就差在这 反正我们卖一台 底2.24台传统 那我当然要卖这个 所以最近巨大据说 电动自行车卖得很好 卖得很好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刚才一开始 阿关你在前面就讲 现在是自行车 还没组装好 然后也还没放上去 就被定走了 包括在美国 在欧洲都是这样 甚至我们现在讲 美国不是无薪假 没有工作吗 但是修自行车的功能 从二月 技术人员拿好 从二月开始 到现在都没有修假 而且你要修自行车 至少要booking到一个月以后 这个是现在最狂热的地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股价 既然营收大爆发 市场又这么狂热 先看一下巨大 这是有人把欧洲现在的自行车 买不到的自行车荒比作台湾 当时的卫生纸之乱 大家都在抢 风抢 巨大的股价会在涨吗 好 当然你今天的表现非常 我们看一下它的K线图 我们实际上从线图来看 平盘整理过后才刚开始 而且我们从本益比算高 而且现在又警示 大家会觉得说本益比有点高 对不对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你要去算它后面成长的力道 那你再看一下美利达 美利达今天也是涨上来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线图 也是其实都才刚开始 都才刚开始出量 所以后面其实自行车 可能会带着我们股市往前走 自行车可能会跑很快 我们刚刚今天谈到了电动自行车 小元今天骑一台电动自行车 到节目现场 骑这台车好轻松 不是 既然是电动 为什么还要踩呢 来来来 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 还是要踩 现在的电动自行车 现在的搭车不是过去搭车 现在搭车车车车车车车 好验人买 丁丁 我刚刚讲 骑虽然短短的十公尺 但是我有瞬间摔三倍的感觉 男生开豪车摔三倍 那你要摔三倍 一定要收小负 对不起 等一下 深呼吸 好 来 这台车为什么会这么在 这台车是Gogoro最新的电动自行车 而且这台车很特别是 我们看最近的电动自行车 好厉害到什么程度 基本上 娟姐 如果这样子没有注车架 不是觉得很麻烦吗 怎么办 好 轻松一下好了 让它直接上注车架好不好 它直接就这样子挂着 好 这就是注车架 这也是充电架 所以你挂上去 它就给你再充电了 所以这注车架看起来就很失账 我可以拿拿看吗 非常的轻 娟姐 这几公斤你知道吗 11.9公斤 是一般的电动自行车的一半重 所以它架在这里 就等于在开始充电了 对 架在那边等下开始充电了 好 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是外观 跟一般电动自行车不太一样 娟姐 有没有觉得这边空空的 你先跟我说多少 不好意思 11万至16万 所以说我说为什么 骑上去就会摔三倍 好车 十几万的卡打车 你没有搞错 这个设计 这几乎都是卡组的 碳纤维的 而且这中间是镂空的一般身体 最特别是娟姐 你看一下它这个皮带好不好 皮带 这不要我怎么要讲 这是一般的 这是碳纤维皮带 这不是一般铁链 我这皮带又不是要绑在腰上 我干嘛搞那么贵 就是铁不是一般的碳纤维皮带 这东西你摸它没有油油 而且它更耐用 不一般不是都加油油油油 它不用它没有 它这样就可以骑 更耐用更轻松 设计 它的这个细节都在里面 它的轮胎基本上它一样都是用碳纤维 然后加上它一些特别特色的制级 所以它骑起来很稳 然后重点是我刚刚讲 它不是它也不用变速 你看一般车不是很多变速吗 它不用变速 你听说这个轮胎很厉害 不是轮胎厉害 不是轮胎厉害 是这个智慧轮毂最厉害 所以它最贵的就是这一块 那这个是GoGo的智慧结晶 里面所有的行驶的记录 调整 动力大小 都是这个东西 最厉害的是这个东西 未来会卖到其他的品牌 如果有合作的话 别的品牌装到这个东西 一样变得很聪明 多聪明 娟姐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东西 在手机上面的话 基本上包括所有的设定 所以手机放在这里吗 所有的车子 所有的资讯都在里面 然后你看包括设计 设定里面有很多 包括你的车子现在骑多少 测量单位是什么 那可以有GPS吗 可以有地图吗 你骑的里面所有的这个轨机 都在这里面 那之后的这个新的APP 更新完了之后 都会架在里面 好 现场还有另外一辆 捷安特的也很厉害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哪有这么大台 我们刚才那台是骑时尚 骑速席 有没有 这台车是越野的 欧洲人不是很喜欢上山下海吗 这个是骑狂野的 骑狂野的 基本上骑上去的话 你就不太适合了 骑上去第一个感觉 酷酷 有没有看到 酷酷 很软 有没有 来 小圆 你这个体重太重了 好 来 你把这个车抬起来 我把这个车抬起来 我们把这个架子拿走 这边要重啦 好 来 直接大家抬走 好 这样就拿走了 好 基本上我再上车一次 酷酷 对不对 好 非常软 有没有 它就越野了 所以你这种遇到各种地形的话 那这也是电动吗 这也是电动 它遇到各种地形的话 它都可以克服 而且重点是这枯酷 它那边有个表 你可以调硬 调软 都可以 你调硬一点 调软一点 适应各种的地形 那这台多少 先说一下 不好意思 十二万 豪车啊 拆下去就算三倍 现在卡大车怎么这么贵 卡大车比个电动更贵 智慧结晶 重点是 娟姐 你拆它的电池在哪里 你一定找不到它的电池 一定在这里啊 在这里是不是 错 错 错 我直接拆给大家看 对 我再拆一次 以我的智慧 我再好好拆一下 在这里面 对 你拆对 但是这里面 你要以为这样的设计 对啊 怎么用 娟姐 你帮我扶一下 我直接拆给你看好不好 你要拆啊 我直接拆给你看 我现在最要拆 你还要注意 我转了对不对 然后我手这边稍微翻一下 好漂亮 直接拿起来了 漂亮喔 直接充电啦 充电掉掉 来 火锅可以 那它充完电可以跑多远 这个大概可以跑到60到80公里